去年与产业工商界沟通时 行政院用闷金记形容台湾的困境 虽然今年各项数据看起来好转 但整体投资环境表现仍然欠佳 尤其是台湾的世界竞争力IMD评比 在企业效能这一项从全球第四下降到第十名 要提升台湾竞争力 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官方和产业界交换意见 学者又有什么建言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今天进行的工商早餐会 重点聚焦在如何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那么从去年的闷金记走到今年这一季度 好像台湾的整体经济表现还不差 但是请教老师 如果真的为台湾企业把卖 您认为台湾企业竞争力 最需要提升的部分是在哪里 前不久 那IMD它都公布了这种国家竞争力 台湾的这种竞争力是往下跌的 那跌的这样因素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效能差 那第二个东西就是企业的效能也差 那企业效能其实过去在台湾都是比较好的 我们也分析过了 那到底企业效能为什么它会差 这个是台湾经济的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不好的这样一种这个讯息呢 那企业这个效能差跟我们整个这样一种环境 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整个投资的环境 这个因素是什么东西呢 跟政府的这个效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工商这个协进会 然后跟这个政府 然后来做这个早餐 然后再讨论 我怎么样去促进这样一种产业的竞争力 我想重点还是在这个 这是政府没错 因为现在我们是政治来影响经济 那这方面呢 不是要这个政府然后来做什么拼经济 或者来给这个企业 然后给他们一些的这样一种补贴 或是给他们这个免税 不是这个样子 应该让我们整个这样一种投资环境 要很安全 也很公平 很公正 所以要去看看我们到底 这个政策在什么样一种方面 然后限制我们整个这样一种环境 然后造成我们刚刚说的 不是那么公平 不是那么样的公正 或是不是那么样的和谐 其实这个和谐可能是最重要的 因为让我们的这样一种生活投资 那现在台湾是有这个 对立的这样一种气氛非常严重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内耗 所以在这方面政府应该是要好好的 然后把国内大家同心协力 能够来让我们的这样一种环境 让它比较 这个改善 我想在这方面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工商协进会 跟刑警院长 然后在讨论的时候 应该往这个大环境 这些方面来改善 而不要再去要求 说要对这个企业做一些补贴 或是在税方面 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我希望真的是能够往这个比较好的 这样的这个方面 然后来前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